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时 我是吕鹏 1947年5月11号 国民党七十四师和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决战 下午5点 国民党七十四师全军覆没 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当场击毙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是全国震惊 七十四师可不是什么杂牌军的 这支军队有着非常辉煌的战绩 他可是抗日战争时期 国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之一 全称国民革命军整编七十四师 虽然表面是师的编制 但实际人数达到三万人 因此也有七十四师的名号 而且当时的日军对七十四师也是很敬畏 国外也有评论 说中国只有七十四师能打 可这么一支国民党的王牌军队 为什么会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被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就全部歼灭了呢 七十四师的师长张灵甫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又为什么会率领曾经的抗日铁军走向灭亡呢 要知道这些呀 咱们先得从张灵甫这个人开始介绍 张灵甫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 自中林 他原本不是这名字啊 而是自和名反过来了 原名叫张中林自灵甫 至于原因嘛 得从他的夫人吴海澜说起 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 一直很受蒋介石的倚重 没多久就担任第一团的团长 再加上长得帅 仪表堂堂 后来甚至被封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这个财貌双全的上校团长 可以说是无数女人的梦中情人 想跟张灵甫结为夫妻的女的 要不计其数了都 但张灵甫一直没找到自己的一中人 因此迟迟的也没结婚 1933年的某一天 张灵甫带着随从出去散心 忽然迎面走过来一女的 张灵甫定睛这么一看 只见这女的长得这个漂亮啊 举手投足之间是那么有风韵 那么典雅 尤其那双眼睛是寒情默默 这女人呢 淡淡的看了一眼张灵甫 也没说什么 就从他身边轻轻就走过去了 张灵甫都呆住了 这个神啊就回不过来了 直到随从拍了拍他后背 张灵甫这才反应过来 哎呦 刚才可丢了人了 当他回头看一向那个女人的时候 发现这个女孩子也在回头看自己呢 哎呦 心里的这个想法是吧 这个欲望啊就更加克制不了了 他并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 而是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在街边散步 这是装冷静啊 回到家之后 张灵甫脑海之中 都是这白天见着的女子了 连鼻子里啊 都隐隐约约能闻见当时的香味 思而不得 各位 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此呢 张灵甫是茶饭不思 整天愁眉苦脸的 连军务也不怎么上心了 他的朋友一看张灵甫这样子 明白过来了 开始在暗中啊 帮他牵线搭桥 经过一番调查 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叫吴海岚 是出了名的美人 在朋友安排之下 俩人呢 也就开始见面了 互相呢 也就有了好感了 来往呢 就更加密切了 不知不觉呢 就该谈婚论嫁了 于是张灵甫 送吴海岚回家 开始准备婚事 他们最后决定 在四川广园举行婚礼 张灵甫位高权重 手握重兵的同时 蒋介石也特别看重的 又长得风流倜傥 吴海岚的家人 满意的都不行了 所以这桩婚事几乎是水到渠成 吴海岚长得漂亮 而且呢 能识文断字 有才有貌 他们俩人的婚姻在当时 那就是地地道道的 郎才女貌 可是啊 令人惊恶的是 仅仅两年之后 张灵甫就拔枪 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也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 团长古城杀妻案件 虽然杀妻是张灵甫的不对 可是这件事似乎有什么内情 其实婚后的那段时间 张灵甫和妻子生活的美满自足 虽然谈不上什么举案 其眉相敬如宾吧 但至少是秦瑟和明 相互恩爱啊 可这样的光景没持续多久 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 也从来没停止过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 张灵甫跟妻子是聚散离多 更多的时候 他是在前线 而不是在吴海岚的身边 那时候通讯不像现在啊 没事打个视频 是吧 那样他们渐渐就有了隔阂了 有一天张灵甫在军营外边 就看夜空中的月亮 这个圆呢 我太想我媳妇了 我太想我闺女了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 从西安探亲回来的战友 看着思绪万千的张灵甫 打算逗逗他 这人就跟张灵甫说了 张将军 我在西安啊 看见您爱人吴海岚 穿的花枝招展的 身边还有一个 仪表堂堂的白面书生 看上去反正挺亲密的 张灵甫一听怎么着 我在外边打仗卖命呢 您在家搞那个 当时就生气了 把这个战友这一骂呀 没过多久就回家里查探情况 其实张灵甫心里也知道 那是战友的玩笑话 但也正好趁这个借口 回家看看这么长时间 没见着的妻子女儿呗 当他回家以后 没见着什么白面书生 家里的仆人也说 没有那是没有那是啊 但张灵甫 却发现了另外一件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 张灵甫才会对喜爱的妻子 下了毒手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张灵甫回家之前 没事先告诉家人 而是带了几个随从 就踏上了回家的路了 当他推开家门的时候 看到妻子吴海澜 正在教女儿读书呢 心里啊挺宽慰的 他也不忍心打扰母女俩 但是回家又很兴奋呢 他呢就轻轻的咳嗽了两声 这两声咳嗽 惊得这母女二人 立马回头去看 然后迅速的把手里的书本 就藏起来了 照理说妻子看见丈夫 女儿看见爸爸 很开心的 爸爸你回来了 抱抱抱抱抱抱抱 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看他们当时的表现 明显是很害怕张灵甫出现 张灵甫一看这此情此景 心里边就不高兴了 但他没表现出来 毕竟自己出现的很突然 妻子女儿说被吓着了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张灵甫啊 也有起疑心的地方 为什么妻子会把那本书藏下来 难道那书里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内容吗 假如是不好的书 为什么会拿给女儿一起看呢 他趁着妻子准备饭菜的时间 在屋子里搜查了一番 结果让张灵甫大吃一惊 原来房间里啊 藏着大量的 有关共产党的书籍 不仅如此 还发现了一份重要的军事机密文件 这份文件正是上封给张灵甫的密店 看来妻子吴海澜 不仅有通共的嫌疑 而且还有着盗取军事机密的罪行 张灵甫气得都不行了 尽管生气 但他还是觉得 我爱人肯定是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了 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张灵甫呢 决定和妻子敞开心扉 好好聊一聊 就把女儿支开了 然后拿出那些搜出来的书籍 和军事机密文件 想问问怎么回事 可吴海澜一看这些东西啊 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嘴里边支支吾吾的 也不知道说点什么慌神了 张灵甫一看 心里边无名火苍朗就起来了 也不合言悦色了 语气凶狠的就质问妻子说 怎么回事 吴海澜被质问的无话可说呀 一句话也不说 坐在张灵甫面前就哭 就是不解释为什么 当张灵甫想要离开的时候 他忽然站起来对着张灵甫 大吵大闹 甚至把茶碗扔向张灵甫 看来吴海澜对张灵甫是早有不满 张灵甫感觉不可思议啊 看着妻子 吴海澜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吴海澜看着表情凶恶的张灵甫 在那放声大笑 干什么 国民党杀了我的家人 我当然是替他们报仇 原来啊 就在前不久的国共战争中 国民党军队军纪不严 有不少士兵滥杀无辜 而犯下这些罪行的士兵 为了逃脱罪责 谎称他们是七十四师的 妄图逃过制裁 但这些消息 不知怎么着 就传到吴海澜的耳朵里了 他对张灵甫忽然很失望 从前那个高大的形象 一下子咔嚓崩塌了 于是他开始接触共产党 甚至盗取了张灵甫身上的军事机密 想要交给共产党 说着吴海澜拿着一柄尖刀 朝着张灵甫就冲了过来 张灵甫当时神情恍惚 各位一个优秀的战士 他都有本能反应 遇到危险的时候 那就是举枪自卫 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妻子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 他这时候看着 躺在血泊中的吴海澜 心里边是五味杂陈 他慢慢的走到吴海澜身边 轻轻的摸着吴海澜的脸 摸着他的长发 闻着那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有的那个清香味 等到警察到达现场的时候 张灵甫已经把吴海澜的尸体清洗干净了 为他穿上了一件水粉色的旗袍 然后静静的坐在床边 就握着妻子已经冰冰凉的手 因为动静太大 政府也没办法掩盖 但碍于张灵甫团长的身份 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 在审问的时候 张灵甫一言不发 对警察的指证 都是用沉默来回应 就是不说话 蒋介石听说张灵甫 把自个儿的媳妇给杀了 这个生气啊 你看我平时跟我们家美龄做好是吧 我家美龄说什么 我都不敢说个不字 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下令要求南京军事法庭严格查办 不过他心里也不忍心 毕竟是自己的门生 而且是一个人才 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这么的死了就太可惜了 张灵甫被关进监狱之后 一直很沉默 哪怕是蒋介石亲自探望 也不给他面子了 等到死刑快执行的时候 张灵甫忽然染上瘧疾了 为了执法公正 只能把他送到就近医院治疗 也算是他命大 竟然治好了 致死率极高的瘧疾 也正是这次事件之后 张灵甫写了一封申请书 递交给南京军事法庭 要求重新审判 不难看出来 这是蒋介石为了救张灵甫 使用的手段 瘧疾他就是个由头 重要的是那封申请书 果然南京军事法庭 在接到申请书之后 立刻对蒋介石的意图 心领神会 随后对张灵甫杀气一案 重新审理 最后判决结果是意外杀人 改为有期徒刑 但没过多久 张灵甫就重新回到军队 并将之前的字和名就换了 从张忠林摇身一变 就成了张灵甫继续掌管 国民党的王牌军队 七十四师 虽然张灵甫大难不死 但他并没什么后福 要知道七十四师 可是葬送在他的手里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绿鹏 死而复生的张灵甫 被蒋介石再次委以重任 不久之后全面抗战爆发 张灵甫奉命前往参战 这只被称为抗日铁军的七十四师 在张灵甫的带领之下 打出了很好的战绩 1939年南昌会战的高安战役里 张灵甫不慎被榴弹击中腿部 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 虽然经过救治 把双腿保住了 但还是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 后来也有人呢 笑称张灵甫是跛脚将军 张灵甫听完之后 也不生气也不恼 欣然接受了这外号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张灵甫所在的七十四师 已经损伤惨重 经过了几次兵员补充之后 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大不如前 但蒋介石丝毫不顾大局 悍然发动内战 想要以武力一统中国 当时张灵甫啊 凭借部队有装备优势 又有点急功近利的心思吧 就甩开了兄弟部队 一个人率领着七十四师 孤军深入 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 是我们的陈毅元帅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当机立断 下令对张灵甫带领的七十四师 进行合围 张灵甫没想到 对方怎么这么多人呢 几次突围失败以后 就被困在了孟良谷 当时蒋介石知道这情况之后 还倒挺高兴 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七十四师装备精良 就算陷入重围 有汤恩伯在附近 一定可以对共军造成致命的打击 于是在蒋介石的受益之下 树架飞机开始给张灵甫输送吉养 意图通过这样的方式 拖住华东野战军 然而这时候的国民党 已经不是抗日时期那么团结了 汤恩伯一向看不惯张灵甫 看见他被围住了 心里这个高兴啊 好 太好了 该 你就该呀 所以对蒋介石的命令拒不执行 就打算看着张灵甫死在陈毅手里边 陈毅元帅呢 本以为汤恩伯会不顾一切的营救张灵甫 因此啊 把一部分兵力留守在后方以防不测 可过了好几天 发现汤恩伯的军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再一想 哦 对 这俩人本来有仇有冤呢 陈毅元帅果断的命令军队 对七十四事发起总攻 张灵甫这时候躲在一山洞里边 他知道外面的汤恩伯不会来救他了 也后悔呀 我怎么这么急功近利 我怎么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来呢 但事已至此 没有缓和余地了 除了死战 没有其他的选择 张灵甫心里明白 装备再精良 面对整个华东野战军 他没有任何胜算 他已经预想到自己的死亡了 在这个时候 他也想起了当年被自己误杀的妻子 除了苦笑 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当年的冲动之举导致自己最爱的人死去了 现在又是因为冲动 葬送了性命不说呀 连整个七十四事也算是毁在他手里了呀 到了晚上 他恍恍惚惚的听见了冲锋号的声音 张灵甫坐起来嘴里边还在那念叨着呢 终于要来了吗 但等了很久也没见到野战军的影子 张灵甫知道那是自己幻听了 长时间被围困 身体精神他都受不了 第二天清晨 张灵甫召集所有官兵 做了一个动员演讲 张灵甫呢 不愿意做俘虏 也不愿意看见手下的人 向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叫枪 当天下午 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张灵甫率领军队在那玩命的抵抗 但是我们华东野战军何其的威猛 在我们的猛烈攻势之下 张灵甫部队迅速败下阵来 不久之后 华东野战军攻下了七十四师死守的孟良顾 七十四师所有人员全部阵亡 师长张灵甫被当场击毙 这个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的时候 蒋介石都愣了 他不相信这真的呀 当他知道战败的原因之后 给他气的呀 就质问汤恩伯你为什么没有支援 不仅如此 蒋介石黑着脸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看着这些曾经的抗日名将 尤其是汤恩伯 蒋介石当着所有人的面 用拐杖狠狠的打了汤恩伯的头一下 要知道这七十四师是老蒋的心头肉啊 当年抗日战争一次次补充兵员 当时蒋介石虽然也着急 但好在建制还在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日本人狂轰滥炸都没能打垮的七十四师 这毁在自己人手里了 而这个人竟然就是汤恩伯 不仅如此 连他最爱的将领张灵甫也死在汤恩伯的手中 为了替张灵甫名冤 汤恩伯 薛月等与此相关的将领都被撤职了 甚至那艘英国当时租借给国民党的军舰 也被蒋介石更名为灵甫号 蒋介石表现的是那么的悲伤 甚至在张灵甫的灵堂前是大哭不止 可是啊可是对于张灵甫的家人 没有支付一丁点的抚恤金 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甚至到了2009年的时候 张灵甫的家人要求台湾当局为他补发勋章 得到的回复竟然是需要你们的出钱来购买 你们得给个公本费吧 着实的让人心寒 一个才华横溢的将军 因为鲁莽冲动杀死了自己的棋子 更因为极端冒进 葬送了自己一手带领的军队 这其中的悲伤 也只有张灵甫一个人能体会了